雨天何处去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 未在桃园大园 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农场 给大家 请记得帮我们看完影见过 你是谁 我新鲜 今天来到这边是 桃园大园 羊绒农场 它这边的特色就是 可以钓青蛙 对啊 就是还蛮特别的 门票钱到100块 风很强 哎 风很强 门票找100块 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体验 你可以喂动物啊 可以钓青蛙 好像也可以折抵消费 100块算还蛮便宜的啦 对 还可以折抵消费的话 那这边也可以停车 停车不用费用 然后我们进去看看 看怎么样 再来介绍给大家吧 好我们先进去 农场位在桃园大园 门票100元 还可全额抵消费 算是佛心的农场 那农场究竟玩什么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里面是可以干嘛 就是可以喂小动物 然后一些农产品的体验 路缘劝全额抵消费 没用完不退费 我们三个人就拿一把 拿这把 拿去给厨师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厨房在这里 爸爸该去哦 记得要吃 我们先去喂小动物吧 就哪里有小动物可以喂 它这边就是菜园跟农场 跟动物去结 农场是连桌子椅子都没有 对它设计的不错 就是都有很多桌椅 反正中间就看到人家已经在钓了 这应该是钓青蛙吧 对好多青蛙 等一下再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去喂 看有什么动物好了 而且它这边你看 就四处就可以看到农作物 这边很多菜贵 来说一下园主的故事 羊绒生态农场 因临近桃园国际机场 园主郭伯良的梦想 是想让农场成为国际大门 让更多国际旅客 能体验台湾农村的美好 小老鼠 这是小老鼠是不是 天竺鼠吗 你拿一只 微微看 然后这边有捡鸡蛋区 来 先先过来 然后里面是满满的鸡蛋 不要吵 不要闹啊 怎么了怎么了 有冤屈要说啊 今天做三杯鹅好不好啊 好哦 还是做姜母的嘞 先喂 没有人出声 你 你要 好就是你了 神经病 其实它这边动物不多 可是很集中啦 你要喂就是一把喂完 对 它就是把它集中在一起 它捡我啦 像不像 你没有东西 按 臭死了 小兔兔耶 园区内蔬菜水果是一年四季都有 只是我们11月到时没有满香肚 所以看起来比较荒芜一点 而旁边的菜园则是一年四季都有 等等介绍的菜色都是来自这里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钓青蛙的猫 它是一只杆子 它就是伸手100块 然后它50块是押金 所以你杆子还回去 它会特别50块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讲不是有付100块吗 它那个都是可以全有比消费的 然后它还有三种 钓鱼 钓青蛙 钓螃蟹 甘植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钓三种 就是要花三种钱就对了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体验性质 所以你真的钓到了 你就是再把它放回去 钓青蛙开始 钓那边上面的 那个板子上的青蛙 看它会不会吃 吃了吃了 拉起来 拉起来 你说你不要软啦 你把它钓起来 拉起来 好可惜 再一次 好 你再钓 旁边这边还有钓螃蟹的 如果等一下有的话 我们再去钓钓看 钓起来 钓鱼 钓起来了 钓鱼 哇 你看我看到吗 有 好厉害 是你钓到的吗 是它钓到的 好可惜 它是它钓到的 它们就钓 你不要钓下去了 你坐好 你钓石萌蟹 好 钓石萌蟹 有 哈哈哈 我们的青蛙 钓起来之后会跳回去 它一直跳回去啊 为什么它们的会跳回去啊 废话因为桶子没加水啊 一只大只一只小只 它在想跳出来 那你等一下要吃三杯的还是红烧的呢 不知道 你吃青蒸的可以啦 你敢吃吗 你觉得钓这有难度吗 没有难度 但是起来勾不住 不像鱼一样 因为它真的是体验 它没有勾勾啊 对 不过小朋友会有成就感 会有成就感 因为很容易就上钩 嗯 好 再来我们把它放生吧 钓完了 它有一只耶 跟大家拜拜 下去了吗 好 丢去拿了一只 一样是一百块 然后拿回去可以退五十 你看它这个耳超酷的 然后把它憋在上面 然后耳就不会掉 然后你就这样放在里面 然后小鱼就会跑进去 一个捞鲸鱼的概念 想象总是这么的美好 你拿着 鱼 去捞鱼 快点 但是就这样捞了二十分钟 一只都没有捞到 这不就不会吃啊 对啊 它们没有要竟然吃啊 那你这样就会非常难 那这样子 就是不建议人家玩 所以来这边 钓青蛙就好了 就是青蛙就好了 因为这个根本就捞不到 这个会有挫折感 这个很挫折感 青蛙不会 如果有来农场 不妨可点它们的菜吃吃看哦 那究竟好吃吗 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那我们现在来点餐 你看它的菜单 蔬菜部分我们就是它自己种的 它有高丽菜啊那些的 对 就是可以吃吃看你叫新鲜的 自己种出来的 好我们去吃看吧 我们点一下 烤鱼呢 380 好大只哦 超级大只的 流汤流汤 好好好 好来吃吃看 哇烤鱼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印象中那种烤鱼盐要很厚很厚 有啊也蛮厚的 这很厚的吗 熟了 哦 我以为说烤鱼要半个小时 就你从点餐到初餐10分钟吧 烤鱼很快 可是餐点还没 餐点还没来 很充分 它没有弄零片 我还是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 没有啊一定不可能去零片啊 因为你盐巴要剥开吃里面的肉啊 可是它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真的我外面吃到的盐烤鱼 是很厚的一层盐 为什么它的盐这么薄 盐巴最近涨价了吗 是这样吗 来来来 我先吃一口的 很古早味的感觉 有土味吗 因为这种鱼很怕土欸 一点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鱼欸 应该无用鱼 我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土味 看 这边老板一直广播一直广播啊 说他们的梅干扣肉都好吃 好不错 闻起来有啊 有香味还蛮香的 真的是好吃的 嗯 它这个梅干扣肉真的是好吃 然后角白筍的话 角白筍我觉得上甜鱼欸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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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就是最后 绞豆 我一直很想要吃这个 因为新冠很喜欢吃这个绞豆 然后绞豆这种东西 平常自己家里比较难 比较不好料理 嗯 也很脆 很清脆 其实它的菜这算便宜啦 不味道很贵 你看以100块来讲 因为角白筍这种东西 这种是算实价这样比较贵 然后绞豆这个 你在外面快早点 这应该有卖150以上 这都是100块100块 只是说可惜的是 可能我们比较晚来 我们比较晚去点餐 然后有些想吃的菜 已经吃不到了 所以就大家可能早点吃 或是问说还有没有 我们来做个结尾吧 嗯 我这个地方呢 还是蛮推荐大家过来的 很适合是那种 因为这边太阳很大 跟雨很大的时候 你都有一个地方遮 你看上面有遮雨口 算是一个备案 如果下雨天的话 过来这边 对啊你也可以过来吃个东西 然后不一样的体验这样子 刚刚吃下来 发现它的梅干扣肉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它的梅干扣肉 虽然就是意外换到这样子 没有吃到原本要吃 嗯 好影片到这边 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订阅分享 开启小银行 嘿我要来说了 好你说 喜欢我们影片 帮我们 按订阅分享 不开启小银行的回答 还要她说我不能说